她是爱情保卫站里的首席情感导师 她也曾担任浙江卫视爱情连连看的情感专家 她还是使非你莫属收视率飙升的当红主持人 她在节目中言语犀利不输金星 不苟言笑但却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是收视率的保障 她就是主持人图磊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说说国内首席情感导师 著名主持人图磊的经历 图磊出生于江西 在大学时期学习的是计算机相关专业 在毕业之后也从事着这方面的工作 后来虽换过几个职业 但都和主持没有什么关系 再后当准备进军商场大险一番身手时 却被骗子骗取五十万积蓄 被迫从头再来 不过正是这次被诈骗的经历 让图磊和主持行业意外结缘 2004年 27岁的图磊主持 了长沙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 在节目播出后 图磊以其敢说真话的态度 以及超正的三管 获得了观众们的喜爱和关注 意外闯进主持季 成为国内一线当红主持人 获得的图磊曾经自嘲 如果没有那个骗子 也许我也不是今天的样子 之后广播节目开始没有从前受欢迎了 图磊便进入了电视台 主持参加了多档著名情感节目 虽然他的外形普通 但图磊凭借其直接果断 敢说真话 而且分析问题十分透彻的特点 成功吸引了观众 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番成就 而作为著名情感导师的图磊 其个人情感经历却很神秘 之前网上曾经盛传图磊的妻子 是内地著名的广告人 营销策划师熊丹 而且在网上搜索图磊妻子 内容也均与熊丹有关 网上还曾经一度传言 趁情感导师图磊离婚 其个人感情经历十分波折 有过两段婚姻 然而事实上 这些网上盛传的消息 却都是谣言 现实生活中的图磊 是一个非常爱妻子的男人 他不止一次说 在他心目中妻子是第一位的 对于网上传言的图磊妻子 是雄男一事 图磊亲自在微博进行辟谣 写道图磊之妻 小丸子事业 今生图磊只爱小丸子一人 再之后又闪出了自己和妻子 女儿一家三口温馨甜蜜的照片 曝出了妻子小丸子的真容 也让我们看到了情感导师 图磊幸福的家庭生活 而且图磊和小丸子看上去 也是非常有夫妻相 至于小丸子是谁 是做什么工作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